大家好,我們來介紹新出來的HATOID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超人 這個當然是這兩天才出的 我們來開箱介紹一下,首先先看一下它的外盒 外盒的部分基本上沒有看到主角的照片 就是一個超人的LOGO 再來呢,這個其實這邊可以翻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可以這樣子打開 看到裡面的主角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把角色拿出來 當然你還是必須要把超人打開 好,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那我一樣 從底部拆好了 好 然後把它拿出來 好,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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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打開 好,首先先看一下 它有附一個特別版的一個電影裡面的所謂的鑰匙 好,然後呢 打開 好,主要分成兩層了 一層是 一層是 算是新式的底座 那這個底座不錯 它有多了一根棒子 那這根棒子呢 是可以做 彎曲伸縮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漂亮的超人LOGO的底座 好,那 我們先來開底座好了 好 所以我們先把底座打開 把底座拿出來 然後跟棒子的部分 那棒子非常的重 拿起來就發現它其實是金屬 好,那這個應該是鎖棒子的 好 OK 然後再把底座拿起來 好,那底座底下有一個說明書 好,那說明書的部分我們就不看 好 因為基本上 所有人偶的說明書都差不多 除了鋼鐵比較特別之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底座的部分 好,這次的底座其實設計的挺有質感的 好 而且有些許的舊化 好 然後這個 好 這一根是新的 好 然後它是可以彎曲的 好 那整根拿起來都是 像金屬的感覺 好 非常的重 好 好,那接下來底座裝應該是很容易的 基本上你就是把這一根鎖進來 這個 看起來應該是 有分方向性 應該是這樣子 好,那這一個應該就鎖上面了 好 好,那這是底座的部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底座的細節 好,算做了 非常漂亮的一個底座 而且底座也比往常的大 就是以前那種圓盤的底座其實都還蠻小的 好 那這個底座 比較大 感覺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這個是 新的夾子 應該就是 可以這樣子夾操人 這邊可以抵住你的 腰部的部分 好,讓你可以做 前傾或是後傾的動作 所以應該是這個方向 然後這個 就要螺絲把它拆起來 把它放上去 OK 好,那這我先放旁邊 底座我也先放旁邊 接下來就是主角的部分 我們把主角打開 首先你可以發現它附了 就是三主手 好,還有一組握拳的部分 好,那上方這邊 好,一樣是 小的它的那個 電影場景裡面的鑰匙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 大的鑰匙 好,那這個大的鑰匙呢 好,那這個大的鑰匙呢 好,拉起來很重啦 基本上 應該是整塊都是金屬的 是大的鑰匙 好,那小的鑰匙就是 六分之一的比例 六分之一的比例 好,那這個大的 當然就不是六分之一的比例 好 OK 好,那這個鑰匙呢 我們就 先放在底座旁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主角拿出來 好,它披風呢 基本上它已經裝在上面了 然後這是比較特別的是 後面是挖開的 手飛出去 好 好 好,這次的樹體其實看起來非常的 結實齁 有魔鬼終結者的感覺 好 然後等一下先把塑膠套拆下來 好 好,那拆開了 我們繼續來看 首先呢,這個角色 整個身體其實非常的 壯碩 就是真的很有超人的感覺 頭雕的部分 好,也是非常的 有質感 好,跟逼針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 好,那披風的部分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次披風就全部都是 軟的,你可以看得到 它不像之前是有鐵絲 好,可以讓你擺 好,可以讓你擺披風的姿勢 好,這次 就是完全是軟的 好,那 這樣子就在擺姿勢上 好,披風永遠都是垂下來的 好,這個就是注意的部分 好,然後整件衣服呢 基本上 好,應該看起來就跟蜘蛛人一樣 好,是不能脫的 好,就把身體全部包在裡面了 好,唯一能換的應該就是 頭跟手的 好,那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可動範圍的部分 首先 它應該就是包膠 不是包膠啦 就是 單純的素體 沒有什麼衣服啊 或是盔甲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不太會影響活動範圍 所以活動範圍應該是 很好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手的部分呢 然後呢 好,側面 好,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最大的角度 就是差不多已經是 人類可以活動的範圍了啦 就是轉到這邊 會被它的二頭肌擋住嘛 所以它也不可能再往上 然後這個是手的部分 然後上下 前後 好 左右 都沒什麼問題 好,這是手的部分 所以手的部分呢 基本上應該可以 擺出 基本的所有動作啦 如果它衣服 不會有問題的話 而且 這次設計的肌肉素體 不太一樣 因為它包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 上背 就是二頭肌這一塊 其實它可以獨立轉的 跟這一顆 又是不一樣 所以它的可動範圍 其實 會比之前再 更大一點 好,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以前 就是 這邊跟這一塊 其實是 手臂是連在一起的 好 那它現在是分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分開轉 好 那這樣子呢 你的活動範圍相對的就會 再更大一點 好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那頭的部分呢 它當然就是 跟之前差不多了 好 正常左右 前後 脖子的部分 好 目前 轉起來是 不能動的 所以脖子是整個硬的 好 不像 有一些素體 脖子是軟的 是可以前後動 它脖子是不能動的 好 那身體的部分 好 它 胸部的這一節是可以動的 好 所以它這次的素體 因為全部包在裡面 所以它為了可動性 素體其實設計得不錯 然後你還可以 隱約的看到 腹肌的部分 好 所以這次的素體 其實如果以可動性來講 做得非常的 好 除了脖子不能動之外 好 然後 意思說 胸部可以動 然後腰 好 腰也是 可以動的 好 好 所以你可以擺出比較 隨心所欲的姿勢 好 那 腰的部分呢 我目前試好 左右是不太能動 好 前後是沒有問題 好 你可以看到 往後 好 然後跟 往前 好 往前 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也不能再往前 好 那就是腰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腳的部分 腳的部分 大腿這邊 摸起來應該也就是一般的 關節 所以你可以 最開 好 為了怕把衣服拉撐到破掉了 所以不敢拉太開 其實還可以再 再開一點 好 其實這樣子的活動範圍已經很大了 然後再 往前 好 往前比較沒什麼問題 往前側面可以看得到 可以到 然後 披風 放到旁邊 來 披風也不能拆下來 好 好 往前側面可以看到 接近 差不多到80度左右 然後 往後 往後就沒有了 往後到屁股這邊就卡住了 好 往後就是一點點而已 好 這幾乎不能 往後 好 往前可以 移動蠻大的角度 因為超倫主要姿勢就是 這樣子 所以它一定要有往前比較大的角度 好 然後腳的部分 膝蓋的部分 基本上剛才已經看到了 因為雙關節 所以它一樣 有非常大的 可彎曲的角度 好 然後 小腿的部分 這次的材質 也是可以彎 不過 還是會回彈 所以在調整的時候是OK 是可以動的 不過它多少都會 回彈一下 好 那這是 小腿的部分 所以這是大概 整隻角色的 可動範圍 以可動性來講 其實做得非常的 好 好 那 披風的部分 就是 唯一你不能有鐵絲去擺姿勢的部分 就是比較大的 遺憾 那不過 可玩性很高 那衣服的質感 摸起來就像蜘蛛人的衣服的質感 如果之前 大家有買過蜘蛛人的角色的話 好 就是有一點點 黏黏的 又有點像那種 手機防滑的那種 泡棉質感 好 那其實我也不曉得它是什麼素材 不過 摸起來效果的感覺不錯 好 胸前的LOGO 好 也有些許的舊化 好 再特寫一下 頭的部分 好 好 OK 然後背面 好 然後 後面 車縫線就在後面了 OK 好 這是整支的 質感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跟舊的超人來比一下 首先一樣先讓它 站住 好 那之前如果大家在網路上看過照片 你就知道新的超人 好 這一支特別的 高大 好 如果跟其他支比起來 好 如果跟其他支比起來 OK 好 那我們拿舊的超人來 好 好 這支舊的超人 首先一樣都先讓它 站下來 舊的超人呢 基本上 可動性差不多了 不過 手臂也是一樣分兩個關節 不過舊的超人的披風呢 相對的它可以 兩段式 然後脖子是軟的 這是還可以動 新的它脖子是硬的 是不能動的 這是比較大的差異 然後高度的部分 就有一天落差了 好那我這支舊的超人呢 是 限量版的那一支 就是有送一個不錯的地毯 好 是邪惡版的超人 好 雖然看不出來哪裡邪惡 好 就只有 感覺像熬夜 有黑眼圈的感覺之外 好 身體上其他幾乎更新的 跟以前的那支 沒什麼兩樣 就是 用的布料顏色 稍微深一點 好 沒有那麼鮮豔 好 那我們從正面來看 就可以看到明顯的 高度 好 首先你可以看到 新舊的顏色 好 超人的高度 好 所以新的超人呢 比較高 所以 舊的超人的部分 好 那可動性呢 兩支旗子是差不多的 好 那素體的感覺 當然是新的超人做得比較好 你可以很明顯的覺得 好 素體是 非常的漂亮 而且有肌肉感 就是 很壯 可是你又不會覺得太誇張的部分 好 好 這是新的超人的部分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比一下他的高度 從側面來看 這樣就比較明顯 好 OK 就這樣 好 你可以看到 他的高度差不多 差了 半個頭 這個高度的差異 那這就是這一次的超人的部分 附了一個不錯的底座 然後再來就是 加上 可動性 那唯一真的比較遺憾的 就是剛才說的 披風的部分 好 然後 頭部的細節 也非常的 夠 對不到膠 好 好 OK 好 這是超人的 介紹 那他剛才說 他有附一個非常 1比1的那個 一樣是他的鑰匙 不過1比1的部分 幾乎是 這邊應該看不太出來 跟剛才的那個大的其實差不多 好 又是黑的 你可以看到 好 好 基本上對不到膠 非常的小就對了 好吧 算了 對不到膠 就是一個1比1的小的部分 跟大的長的是一樣的 那大的這個就是 金屬的 拿起來你幾乎就可以當 壓在紙上的紫正之類的 那這個是不錯的地方 然後 底座的部分也相對的比較大 好 好 底座的部分 好 你可以看到 這是底座有非常足夠的空間 好 讓他 站著 好 這次 這次 覺得 底座是很有質感的一個 部分 好 那超人的部分呢 我們就介紹完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一次 HATOY的超人的這個主角 好 那下次有新品 我們再為各位介紹 好 那下次有新品